你在被拆出門嗎? 拖車叔叔 我忘記了 沒關係沒關係 我再去找一個新的輪胎來吧 爸爸 說完小黃就哭哭的開走了 開走了 哪裡有輪胎 哪裡有輪胎 要換新的輪胎 你有看到輪胎嗎 要換新的輪胎 對那你有看到輪胎嗎 要換新的輪胎 爸爸 小黃回來了 頭上還頂著一個大 大的輪胎 拖車叔叔說 謝謝你們 不然我就要動不了了 然後 就說雖然只能載你們到半路 但還是讓我載你們一程吧 然後 就說 爸爸 準備出發囉 你要在哥哥身上嗎 爸爸 準備出發囉 然後 就要在這裡說再見囉 拜拜 走著走著 他們遇到了 水泥攪拌車哥哥 水泥攪拌車哥哥 你怎麼了 我肚子好餓 好餓 好餓 好餓喔 動不了了 啊 原來是沒有汽油了 我的分給你一點吧 小紅親切 小紅親切的說 小紅也 親切的說 等一下我的汽油也分給你一點吧 說完 咕嚕咕嚕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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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汽油之後 水泥攪拌車哥哥開心 向他們道謝 他們三個人結伴同行 一起往前開 這邊 然後他們往前開 發現了一件驚訝的事情 爸爸 爸爸 前面人在做什麼 快一點了 原來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車子都塞車了 小紅心裡想 要是爸爸沒有聽小紅的話 我就要塞在車鎮裡面了 只是他們腫押走的 橋斷掉了 要怎麼辦 水泥攪拌車哥哥說 別擔心 有我在 然後就開始咕嚕咕嚕的放棄 要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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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水泥乾淀了之後就可以走了喲 要下雨了 對 修好了 橋修好了 走吧 走啊走 哇 我們到悠悠水族館了耶 還有還有很多花 館長狗先生說 哇 謝謝你們帶了好多魚來 而且很猛 我們快樂的在水族箱裡面游泳 你有快樂的聽完故事嗎 假如 走前 爸爸 走路 然後呢 從前 爸爸 走路 從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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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睡覺呢 結束 要睡覺囉 很難找出 結束禮啊 結束禮 他才好像爸爸嫩嫩